大家好,我是陈默 喜欢听故事的朋友,点击订阅,关注 更多精彩故事为您呈现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 《风画家的异能》 故事发生在95年的上海市 市里边有一设计院的画家 因为染上了严重的精神衰弱症 得送往某精神病院 这个人还姓薛 本来是一个天赋极高 而且创作能力很强的优秀画家 但是最近这一年以来 他几乎每天都无法正常入睡 长长的躺在床上睁着眼睛到天亮 久而久之 他的精神就开始出现了问题了 每天都会跟身边的同事 或者朋友说自己能看到鬼 家里人非常担心 于是在专业人员的建议之下 就把他送进了一个 比较有名的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这家精神病院的院长 他姓方 在国内的精神病领域 也算是一个挺有名气的专家 在薛被送进精神病院的一个星期之后的 某一天 护士忽然之间跑过来 对院长说 院长 你得去看看13号病房那个病人了 怎么了 是不是前几天送来的那个画家呀 方院长问道 对呀 您上次交代我们给他送一些画画的工具 他现在啊 每天不停地就在房间里边画画 画的东西可吓人了 护士明显有些不安 他都画了些什么呀 方院长疑惑地问道 您还是亲自去看看吧 他画的那些人头 而且护士有些迟疑 并没有继续地往下说 不用说了 我过去看看吧 不过他现在能够专心地做一件事的话 对他的病情来说还是很有帮助的 方院长打断了护士的话 跟着他一起来到薛画家的病房 隔着门上的玻璃 方院长看到薛画家正坐在画板前面 专心地画着一幅人物素描 当时为了他的安全 医护人员只给了他一支很短的碳笔 免得他自己伤着自己 不过他画的真的不错 而且也没有看出来什么地方恐怖 方院长一边心想着 这些护士真是耸人听闻 一边推开了病房的门 走了进去 您这画真不错啊 人物刻画的唯妙唯俏的 方院长跟他打起了招呼 那薛回头看了方院长一眼 说出了这么一句话 我这画的可不是人 而是鬼 听到薛这么说 方院长的背后一阵发凉啊 他也终于明白了护士说的可怕之处 因为他看了那些画之后 认出了他所画的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是前几天刚刚去世的一个患者 哈 大画家 这个人是您的朋友吗 还是你们在哪里见过 方院长为了弄清楚 这薛是不是跟那个人有关系 故作轻松的说的 可是无论院长怎么问 那薛就是一直蹲在房间的角落里边 一句话也不说 他的眼神阴森的盯着他 你是不是看过他的病历或者照片啊 方院长当了这么多年的医生 他根本就不相信这鬼神之说呀 他只想从薛的嘴里边套出问题的答案 可是无济于事 薛就那样 他蹲在那看着的 冰冷的眼神 让方院长觉得有些可怕 他这几天睡眠怎么样啊 还是那样 整天整夜的画画 几乎没怎么睡觉 方院长只好带着护士离开了 这一路上问起薛最近几天的情况 但是方院长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毕竟他见过的精神病人太多了 只是简单的跟护士交代了几句 就让他加大点安眠药的剂量 然后就回了办公室 可是过了才两天 薛再一次的让医护人员傻眼了 方院长那天刚到医院 就被一个医生叫到了薛的病房 院长您快去看看吧 那个大花家的情况更可怕了 听到连主治医生都这么说了 方院长也不敢耽搁了 一路的小跑来到了薛的病房 在病房的门口 已经聚集了几个医护人员在那怯怯思语了 你们不好好上班都在干嘛的 院长看了之后 有些生气的说道 院长 他又在画画呢 那几个护士的脸上 明显的透露出了恐惧的神情 颤颤巍巍的指着病房里边说道 房院长推门而入 当他看到薛刚画好的那副人物素描的时候 他在心里边也打起过 他这次画的一个人自杀的画面 而这个人正是前几天刚刚在医院死去的 他是用牙齿咬断了手动脉而死的 可是这件事几乎是在刚刚发现的时候 就被立马封锁了 别说是病人了 就连很多的医护人员都不知道 这个薛画家 进来之后一直都没有出过病房 他到底是怎么知道的呢 难道他真的可以见到鬼 方院长带着难以理解的心情 尝试着跟薛沟通 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你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吗 本以为薛还会像以前一样一言不发 可是这次 他手指指着外边的走廊说道 啊 啊 阿门 阿门就在那 就在那 薛的话让在场的医生感觉到了深深的恐惧 不由自主地往外边看去 可是走廊里一切如常 并没有发现什么奇怪的地方 那薛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呢 方院长继续地跟他聊道 你能告诉我 你到底看到了些什么吗 我画的人 我都能看到他们 他们就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你们看不到 这是我看得到 还看得很清楚 看得薛十分肯定地说出这些话来 方院长一时之惊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 为了不引起大家的恐慌 方院长决定 先把薛单独地调整到一层 全封闭的病房里 然后再重点地观察他的一言一行 薛到了封闭的房间之后 他仍然每天都在画画 全都是人物素描 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可无一例外 画面里的他们都是死亡的状态 方院长让医护人员 把薛画好的那些画 都拿到他的办公室里边 然后打开了电脑当中的病人资料 一个个地进行对比 结果发现 这里很多都是在薛所住的病房里边 死去的患者 这些人各行各业的都有 天南海北 以薛的社会关系 根本就不会跟他们有任何的接触 这个发现让方院长开始心情胆战 突然这个时候 一个保安跑在进里 慌里慌张地说道 院长 那个大画家 他自杀了 方院长一听连忙地赶过去 原来薛天天地把护士给他的安眠药 偷偷地藏起来一点 然后攒够了料 一次性地吞了下 就这样死了 在临死之前 他还画了最后一幅 方院长看到之后倒吸了一口凉气 因为那上面的人 就是这个医院的一位医生 这段时间他在家里边休假 大家看到之后 心里边纷纷想了 难道这个 这个医生也死了吗 后来结果被证实 那个医生确实的前一天 从老家回市里的途中 遭遇了车祸 死亡 其实在刚刚看了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也觉得是不可思议 你说 这个薛画家 他真的能够看到鬼吗 被这个故事 困扰了两天 今天 我决定把它讲出来 和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 能够给出 你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好了 这就是 风画家的 异能的故事